南韩的KAV拐A1两栖突袭车向夏威夷陆战队基地迟冲上来 与美军陆战队联合演训 从AAV下车后向目标底冲刺 美军已在周边戒备 跨国磨合向来是环台重点 澳洲与印尼陆战队实弹训练精准狙击 另一头美国德国和南韩的特种部队 带上夜市装备模拟攻击目标 美军也与墨西哥和智利演训相弄战 除了陆地上的自然还有空中飞的 澳洲弹上这次获邀出席 环台的唯一一个太平洋岛国东家 搭着CH-531超级总马直升机执行飞行任务 美国补给舰与加拿大飞弹巡防舰温哥华号 才刚出海就先验证有料补给 26个参与国秀团结合作 做采访Rimpact十年以上的美国记者认为今年 环台要加强的就是分散式杀伤策略 这些无疑就是要剑指的对象看清楚 由美军主导的环台除了军事肌肉要秀的 还有庞大的区域影响力 TVBS新闻成员 小丽雅南库商区刘婷婷下位报道 2022环台军演Rimpact时尚规模最大 美日韩印澳英法德等齐聚夏威夷 美中国地强权争攻向 美国盟友秀军事肌肉 为您多方面解析军事战略外交问题 TVBS在2022环台平洋军演